1982年的夏天 一艘外星飞船突然降临地球 它巨大无比 人类的飞行器在它面前仅有苍蝇大小 而且它的科技水平极高 没有任何能源燃烧跟排放 就能悬浮在千米之上 而且是静止不动 飘了整整三个月 这诡异的天外来物 引起大量人类恐慌 当地政府最终决定 派科研人员切割飞船进入侦查 打开门 科学家们果真在里面发现了大批的外星人 只是这些外星人看起来并不凶悍智慧 反倒是瘦弱潦倒 他们行貌丑陋 装死大家 有老有少 看起来快要饿死了 抱着人道主义精神 人类最终决定 把大厦们接到地面 并画出一片土地给他们生活 后来 这块仿佛平民窟的外星人领域 被成为第九区 大厦们在第九区遗嘱就是20年 在这20年里 第九区的环境 治安都越来越差 大厦们的治理很低 且行为粗鄙 他们以垃圾为食 以劫略为乐 这让周边的居民苦不堪 他们对这些大厦意见很大 于是发起游行抗议 势必要让政府把大厦们都驱逐出去 透于压力 政府决定把大厦们 牵到更远处的荒原之上 我们的男主 就是在这场驱逐中出场 他叫维库斯 是政府委派搬迁机构的一个小职员 不久前被委任行动指挥官 负责这次迁席 原地升职让维库斯很高兴 带着监视摄像机 他愉快地出发了 直到第九区中心 他要做的事很简单 就是拜访美护大厦告诉他们搬迁的消息 让他们签字同意就可以了 只是过程没他想的顺利 场面一片混乱 这是第一块独特的区域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那是一块人类黑帮控制的斗兽场 附近的居民在此与外星大厦赌钱 用大厦中外的粮食 猫粮与他们交易外星武器 这些武器在人类社会非常值钱 而这次转移 无疑是等于断了黑帮的财路 所以 黑帮老大一点好脸色都没给维库斯 他恐吓维库斯 让他滚远一点 维库斯溜滑地滚 跑到下一个钉子护夹 可一探头维库斯就被熏了 这是大厦的繁殖老巢 里面满满全是大厦弹 而且腥臭无力 维库斯赶快就来火焰发射器 向巢穴开盆 大火一烧 屋里的厦弹劈啪啪碎 维库斯听着跟冰炮似 还挺死的 处理完杂事 维库斯终于在难民堆里找到了宝贝 这才是大部队此行的真正务力 威力无穷的大虾武器 只是这武器特殊 非大虾族类不能使用 人类就是不信心 非要拿来研究 有一肯定还有二 维库斯干得更起劲 在全域地毯吃搜花 直到敲晓地出屋子 屋主大虾不愿意配合 维库斯直接来硬 把黄大虾用枪压的屋外 他自己大摇大摆地进去参观 发现里面居然有一整套完整的实验装备 这破屋暗藤玄机啊 维库斯像绣刀肉的狗 在屋子里疯狂地找 还真找到了一罐不明物 他随手摆脱 没有呢喷了自己一脸黑幕 这液体醒神通病 让维库斯狂渴不保 那没啥大碍 他要把这玩意儿打包 带回实验室研究 还没忘去审问屋外的黄大虾 是不是还偷藏了武器 他咄咄逼虾 天真无脑的大虾被吓得不轻 大虾一急 直接暴起 一棍把维库斯打黑 这下都还不及 他瘫倒在地 还好上校赶快 不顾紧逼大虾 不顾他苟延残喘的哀求 一枪两分三分 血腥的暴动被镇压 角落里一只红侠目睹的一切 惊魂未定 维库斯手臂遭到重击 他还想强撑着继续搜查 只是搜着搜着 听一股真气横冲直撞 维库斯实在没人 躲去一边狂吐不止 搜查只能暂停 他以为自己适合地球去犯冲 出去想吃点汉堡 只是捕着捕着 脸上就流出了黑鼻血 直滴到汉堡上 当鼻血终于止住 维库斯又发现他的指甲 竟然能轻易剥落 仿佛根本不喜欢他的身体 这一下让他又痛又惊 只想着回家背着人 好好研究一下是怎么回事 可到家他也没法消停 为了庆祝他生殖 大批人涌进维库斯家 这让本就不安的维库斯 更加烦灾 他果然没成太久 这具身体就开始不停使用了 维库斯喷出大量黑色液 再想来维库斯已经身处医院 医生想剪开他包扎岩石的受伤手臂 看看伤势无所 只是一点点剪开那血润模糊的纱布 弹出的居然身体一行巨撞 维库斯吃了个大剑 医生肯定情绪按住区域暴走 照顾了他 随后马上就要来大批特警 他们粗暴地控制维库斯 打包尸体一样 把他密封的岩岩石 直奔实验室而去 他成了第一个被外星人 感染变异的实验样板 科学家们把他当成了小白鼠 先用高压水枪把电异维库斯洗干净 再上小刀直接割肉化验 维库斯在实验室里边24小时监控 24小时研究 直到表面的观察不再有用 维库斯的下一站就成了解剖室 在这里他看到无数的大虾残骸和内脏 原来人类一直在秘密地研究大虾 他们表面上做足了鄙视厌恶的功夫 背地里早对大虾的力量垂涎欲低 现在解剖床上的人成了维库斯 他们干脆不打麻药直接切割 那就在试试操控外星武器 维库斯随意一握 远处的死步就被打成千疮百孔 他真的拥有了大虾的能力 那再换个目标 一只真大虾 维库斯极力拒绝射击无辜的大虾 可敌不过身旁无情无心的人类 他们硬拉着维库斯摸上扳机 远处的大虾不知所措 下一命就成了无数学会 这还不是终点 他们知道维库斯最终会变异成大虾 而现在他体内的大虾基因正是最有活性的时候 半虾不仁的他是最佳解剖对象 维库斯的血液 骨骼 甚至一根发丝都成了明码标价的宝贵样本 听着刽子手们讨论自己的气管 维库斯伸手想向身边的岳父求救 岳父是公司高层的一员 可他根本没有理会维库斯的求助 有什么能比利益更重要呢 解剖现在开始 刀片贴近维库斯的胸脏 正要把他心脏抠出 维库斯瞬间爆发出非人的力量 他求生的本能觉醒 在实验室里大傻死 最后挟持着科学家逃了出去 人类不会舍得放跑维库斯 他们派军队上校立刻出发搜捕 维库斯纯靠一双腿逃跑 政府也早就发出了通缉令 连维库斯的朋友都不愿意受伤麻烦 城市里随处可见维库斯和外交人滥交的假新闻 维库斯彻底社会影子了 没有人敢靠近他 人人又都在嘲笑他 维库斯比过街老鼠还不老 他难以维持基本生活 被人类抛弃 无处可去 可追兵就在身后 现在唯一能去的地方 只剩地球区 维库斯躲进了地球区 成为了曾经鄙夷的难民一员 他急不择时 跟大家一起排队像黑帮买吃的 直到获得一罐猫粮 他狼屯狐烟 原本兴气的食物现在觉得美味如比 他满足却又唾弃起自己 他嘔吐 甚至吐出了自己的牙齿 他不信邪 伸手去拔 牙齿果然毫不菲力地脱离了口腔 看来维库斯里完全变异不远 他绝望极了 好在妻子终于来了电话 维库斯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妻子无法接受维库斯的变异 他当然也痛恨曾经的虚体 冲击人群 抓起斧子就跑 说不定把变异的虾手砍掉 剩下的就是人类的部分 他把爪子放在地上 可到底不是砧板切肉 血泪不止 维库斯太痛了 他只能强忍 可这时空中突然飞来大批直升机 他必须赶顾不上什么 他赶快躲进一间房间 误打误撞碰上了红霞 他想恳求红霞和他的孩子小霞收留自己 红霞当然不愿意帮助为了 可维库斯直接失血过多晕了回去 红霞看到他露出疫情手臂 最终还是决定把他搬进地下室 等维库斯终于苏醒 红霞凶恶地逼问他流体在哪 他看到维库斯变异 知道他肯定碰了流体 可流体又是什么 原来当时喷他一脸的黑色液体就是流体 维库斯坦白流体已经被实验室的人拿走了 他环顾四周 发现这地下室里一气密布 像是一间中控指挥室 小虾告诉维库斯 这就是一架小型飞船 流体就是燃料 只有靠流体驱动 他们才有可能回家 这是红霞筹备了20年的返程计划 现在却被维库斯全部缴了 原来只要开动这座小型飞船回到鱼船上 就能利用上面的设备制好维库斯 可现在没有流体 飞船根本无法启动 更讽刺的是 那点可怜的流体是维库斯自己没收的 现在无计可施 维库斯的虾手还在低血 可看到自己身上越来越明显的大虾特征 他想活生生撕去自己的虾身 这太多了 可痛不过是维库斯对自己变态在即的恐惧 即使电话又突然闲起 还是妻子打来的 他变得柔情似手 他们互诉中场 只是私密的表白 却落到了追捕维库斯的上校之中 原来妻子的声音完全是合成 他们在利用通话给维库斯定位 实行抓捕 维库斯并不知情 这通电话反而坚定了他变远的决心 让他有勇气去难回流体 重发前他需要做足准备 维库斯打算去找黑猫买武器 他知道黑猫老大对外星势力极度吃力 搜集了大量自己用不了的武器 只是他不知道老大有多执迷力量 为了获得大家的力量 他甚至会生吃虾肉 见维库斯送上门来 老大的眼神变得异常狂热 他根本不听维库斯的交易请求 只垂眼他变异的手臂 他吩咐小弟把维库斯的手里砍来了 还好混乱里 维库斯挣扎中摸到了地上的外星武器 他对着黑猫小弟们一动 防空亮炸 这阵战让老大更加起来 他仿佛看到了以后所向披靡的自己 维库斯的武器总算抢到手 他带着红霞一起杀回实验室 拿着枪威胁里面的所有人滚开 他们在实验室里面四手熊爪 终于找到了流体 当维库斯想叫红霞一起离开 突然实验室里被解惑的大侠尸体群进入眼泪 红霞看着同伴们全部死无全尸 被抽筋剥皮 沉浸在难以言喻的痛苦和悲伤中 久久处理 他完全屏蔽了维库斯在一旁的拳 无视了维库斯叫他马上逃走的信号 怕浪在原地 直到外面的人类攻了下 维库斯根本不就能对抢 听到了孩子 红霞终于回过神 带着维库斯杀出了一条血路 一人一瞎火速开车逃离 好不容易把流体带回实验人士 提光救出人类 本以为这下自己终于能够变回人类 可红霞却支支吾吾 不敢告诉维库斯真相 耐不住这人的迫气 红霞只好叹 至好维库斯得用了整整三年 红霞想用尽流体回家搬救兵 等重返地球救人就是三年后的事 维库斯怎么等得起 他干脆一闷就把红霞打中 自己这下开船去找解药 这时人类上校也追到了 他粗暴的威胁红霞打开舱门 红霞打死了招 上校正要取他瞎命 突然地动山摇 孤子眼看要他 他们只能逃往空地 转身 一架飞船缓缓升起 人类哪里想得到 地域居然藏了这么个玩意儿 维库斯操纵飞船直奔主船 可还没飞多远 人类的导弹就对准飞船发射 导弹精准击中维库斯 飞船失去游异 旋转着坠落撞回 折腾一圈 他们还在地球区内 看到自己努力20年的 结晶毁鱼一旦 红霞彻底死心 他沮丧无力的被人类挟持上车 飞船上的维库斯也被呆了 维库斯和红霞都被捉拿押送 实验室的大门向他们铲开 维库斯再没有指望 前路无光 就在他绝望失魂之际 无人拦住了驱人 是那群黑帮 他们惦记着维库斯的身体 集中火力打通上架 把维库斯排出了车 献计一样待到老大跟前 他们要把维库斯大卸挖块 做成刺身 混战中的人类 没有一个注意到 角落里有一只小虾 溜到了驾驶舱里 他一顿操作 外星武器开始自动扫射 大家知道所有事 当然 维库斯活了下来 由于小虾帮忙 时隔20年 城市上空的外星飞船 终于开始运作 主船被外星引力 吸引到第九区上空 黑帮基地里的外星铠甲 也向维库斯敞开 看来维库斯的基因 已经是外星人 他进入铠甲 与其合体 成了巨型战斗武器 但人类的子弹连击 火力十足 他还是招架不住 看样子只能自保 远处 红虾被枪口对准 维库斯犹豫到底 要不要救醒他 维库斯落荒而逃 红虾没有一句报应 他也知道 接受自己死期将至 沉默地等待病人的那一刻 但维库斯停住了脚步 他听到人类无情的审判 到底不是讲的审核枪 他们到红虾面前 要接他一起 前往飞船处 他为红虾开路 当具无数子弹 出在呼送途中 被军手击中凯甲要害 他痛苦疲惫 凯甲也即将报废 但还是不想放弃 他挣扎着爬起来 拥进最后的力气站的 直到红虾到达驾驶舱 小型飞船升空 红虾的力气耗尽了 维库斯也是 他拖着残破的铠甲 为红虾掩护 直到奄奄一息 伸手拦动人类 碎瘦的导弹 钢铁支驱终于被打烂倒地 他仰视着天上的飞船 那是他最后放飞的自由 维库斯从报废的铠甲上 无力的掉落出来 瘫倒在地 被人类毫不费力的抓住 看着大虾似的维库斯 这个上校 像过去每次杀落大虾一样 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想好好虐杀维库斯 他没注意到 自己早被大虾剥离了 大虾们见他落单 全部一拥而上 他们把上校分食 看着这残忍无序的人间猎狱 维库斯明白 这将是他今后的人生之所 他已经逐渐大侠化 睁着最后的人类之眼 遥遥望向远离地球的庞大废川 那是他唯一能寄托在 红侠身上的希望 希望飘渺 就属遥遥无情 维库斯欣慰 悲伤又绝望 眼神里无限悲凉 这就是人类留下的 关于维库斯最后的有效 没人知道他的结局如何 只是事故后的某天 他的妻子收到一朵钢铁之花 这花像垃圾一样 他却不愿扔掉 他相信 这是仍在第九区的维库斯 为他制作的 这部第九区的故事 发生在南非 其中化电隔离区的设定 极大的映设了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大虾成了另一种形式上 被歧视的族群 他们并不是人类 于是被化成为大虾 好像无可厚非 可要知道 同样在非洲卢旺达 于1994年发生过一次 种族灭绝式打屠杀行动 发起屠杀的糊涂族人 就把被屠杀的屠西族人 成为蟑螂 两族间的屠杀 持续了近三个月 造成了当时全国总人口 八分之一的人无辜惨死 难以置信的是 这场真实屠杀 却得到了当时 卢旺达政府 军队和当地媒体的支持 这是不是很像 被高层支持着 猎杀解剖的维库斯和大虾 匪夷所思 却又真实存在 故事里的人类 一边歧视着异论 一边又渴望 榨干他们最后的价值 比起凶悍粗暴的外星人 讨论如何分割 维库斯身体的精英高层 显得更加害人 他们根本没把大虾化的维库斯当人 别忘了之前去 第九区药物扬威的维库斯 也是如此 他歧视厌恶大虾 却成了自己最排斥的生物 落得被人歧视的下场 他挣扎 煎熬 恨不得把异化的手臂都砍去 因为他害怕脱离自己生存多年的群体 害怕自己不再是人 只是深入了解大虾 他才发现他们同样有思想 有偏好 他们唯一朴素的追求就是回家 于是维库斯开始接纳大虾 甚至为了解救人类枪下的大虾 他主动攻击视他如蝼蚁的蚁 用自己等待三年的代价 来换大虾回家的机会 他有过犹豫 只是当自保的念头被压下的那一瞬间 维库斯半身瞎话 那却是他人性光辉最璀碳的时刻 他愿意相信大虾的三年之约 口徒之怒 等待自己返回人类世界的那一天 这期间即使是外表丑陋 即使是身处废墟阴沟 他也没忘了捡起身边的废体 捏出一朵永不枯萎的钢铁玫瑰 这是他最纯粹 最美好的爱和向往 这个时候 你还能说维库斯不是人类吗